早上八點 我已經從馬虎寨出發了 現在先趕去豹獨村 爭取今天趕到西阿溝 然後八里沖那個景區 我可能就不去了 因為我感覺也差不多 這樣路上可以省一段路 把昨天行程趕回來 其實我本來打算 昨天在馬虎寨好好休息一晚 結果人家那裏在修路 晚上也在施工 弄到十二點多 結果還是到很晚才睡 人算不如天算 保持平常心吧 我接著走 路過一片白羊嶺 這邊就是馬虎寨出來 一大片白羊嶺 其實我一直分不清白羊樹和白花樹的區別 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幫我普及一下 其實我一直覺得長得也差不多 然後一些細節不太會區分 所以暫時就把它稱為白羊嶺吧 白羊樹吧